观众朋友一起来关心极端气候议题 在美国肯塔基州的水灾 罹难人数已经增加到至少28人 而在加州则是野火灾情不断 北部邻近的奥勒冈州的麦金尼野火 从上周五延烧到现在 已经成为当地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野火 而在画面上您可以看到 整个山头都冒出了熊熊的火光跟黑烟 这是发生在加州习司机邮郡的麦金尼野火 已经烧毁超过2640公顷的土地 将近是一个台北市的面积 当地消防局数据显示 截至到周日火势完全没有受到控制 目前有2000人被迫撤离 而不幸中的大幸是暂时没有传出伤亡的消息 另一边临近优胜美帝国家公园的橡树野火 目前则是有六成的火势受到控制 可是还是烧毁了快要7700公顷的土地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